记者吴梦伦台北报道,中国女星郑爽因演出一起来看流星雨而走红,之后又因微微一笑很倾城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女神。 近来她主演的新剧《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》成绩却不如预期,该剧官方微博竟直接发文枪郑爽的粉丝,引起轩然大波。 郑爽与罗金搭档演出《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》,郑爽过去所主演的戏剧几乎都未为话题,足见她的超高人气,本以为这次也能遵循过去的模式,但该剧开播后反应却不如预期,《为了你》剧组似乎很不满意,直接在官微枪声郑爽粉丝是凉了吗?抱怨开播两天播放率还未破译,甚至连微博热搜都没上。 此话一出立即惹怒郑爽粉丝,痛骂剧组不要把收拾不好怪到郑爽身上,引起重怒后《为了你》关播将该篇文章删除,并在隔天发表道歉声明,表示那些言论是工作人员一时不良的情绪所造成,并对郑爽及其粉丝表达建议,风波才逐渐平息。 郑爽拥有超高人气,翻射自郑爽把微博,《为了你》关播将郑爽粉丝。 翻射自新浪娱乐微博,郑爽所演出的新剧收视表现平平。 翻射自《为了你》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电视剧微博。 工作均 幻于 啊 小